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逸 近日 德方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 海军大校表示 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 传递错误信号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9月14号 东部战区发布消息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 海军大校表示 9月13号 德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 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 传递错误信号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航行自由并不意味着横行自由 更不能借此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有力措施 挫败一切挑衅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另据岛内媒体13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报告 台湾地区去年12月收到美国依据所谓 总统拨款权提供的军备 出现弹药过期 包装混乱 防弹背心潮湿发霉等情况 消息传出后 有岛内网友评论称太离谱了 岛内媒体报道称 台防务部门表示 这一情况已由台美双方共同显示处理 而这番说辞 再次引发岛内网友的广泛批评 此外 对于美国决定向台湾地区 提供价值约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此前表示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企图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 不断祈求美国向其授武或提供军援 强化与美军事勾连 他们的所作所为 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弹药库 加剧台海兵凶战威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林女士 我们看到德国两艘军舰 包括一艘护卫舰 一艘补给舰 为何选择此时过航台湾海峡 并且公开炒作呢 我想首先它本质上就是要想显示存在 同时想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是首先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么其次就是说从德国这次穿越的 它的舰艇的这样一个组成来看 我们也能发现这个也是德国当下 它为了常态化的在亚太地区体现存在 可能的一个例行性的安排 因为从这次它穿越的军舰来看 特别是巴登福特宝号 那么它是F125型的 也就是德国最新的会舰的一个首舰 目前可以说世界范围的吨位最大的会舰 所以它上面是有127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显然它是想靠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吨位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一艘补给舰 这样一个相对精干的编程 那么在穿越的时候呢 体现那么德国当下呢 在海上力量方面的一个推进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呼应或者是响应 美国在印太战略的整个大的框架之下 对于北约盟友包括更多的地区性的伙伴 那么要响应美国的这样一个 文机起舞的这样一个号角 那么来实现呢 它对于潜在的大国的封锁和围堵的需求 所以在今年8月份呢 我们看到德国最新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的防长是真正在8月4号 是到了菲律宾和菲律宾防长 那么见了面 双方的是就下部的军事合作呢 展开了进一步的一个交流 所以我们如果说 把这一系列的信号把它组合起来 尤其再加上这一次 那么佛东宝号呢 它的穿越就是说 它是从韩国这个方向 从北向南 那么穿越台湾海峡 到哪个地方去呢 很可能是去菲律宾 包括去印尼 所以现在应该说呢 德国这次它的行动 是把台海和南海实现了一个联动 那么这个本身来讲 在这个区域内 它的想搅动地区局势的 这样一个想法 还是很明确的 那我们看 针对德国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全程跟肩警戒 战区部队呢 也保持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 那杜先生 您如何看待 德国的这次挑衅行径呢 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美国鼓动 美国争取把更多的北约国家 从欧洲拉到亚太 试图在大国竞争过程中 形成自己新的联盟 众多北约国家 纷纷响应美国号召 在南海 台海 包括其他地域展开行动 有可能会实现 所谓的北约亚太化 北约南海化 北约台海化 这个要高度关注 下一步如果有更多的 这陌生面孔 号称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在台海周边展开 各种所谓挑衅行动 我们军事斗争准备 有可能会更加艰巨 第二是德国的躁动 德国最近随着 国防战略转型 在欧洲上出现了大转弯 在亚太问题上 也出现了大转变 所以这两次转弯和转变 说明他的国防政策 正在向更加激进 更加主动的这个位置转变 防长首次在菲律宾 也在调用加速 是从南海形成 所谓的这个德国效应 跟日本 8月份意大利进行 联合共战演习 台风战机和日本的F-15 进行了这个所谓联合演练 也都说明了 他的不同作战部队 在亚太都试图寻找到 一个立足点 这样与美国的配合关系 包括体现 德国国防政策 贬化的点将会进一步增多 那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的一份报告 近日披露了具体的内容 说是在台湾地区 去年12月份 接受了美国提供的 军备当中的出现了 比如说像这个弹药过期 以及这个防弹背心 出现了这种潮湿 和这种发霉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离谱的状况 我想首先体现在 就是当下 美国对台军售 很可能首先那个标准 或说一个标志 就是轻库存 美国需要把它当下 在整个库存当中 快要过期 甚至已经过期的 比如说一些背心 防弹背心 包括一些弹药 因为它如果说 正常的要销毁的话 它也是需要 大量的资金的 而且危险性又比较高 那么能不能通过 这样一个去库存的手段 那么给美国所谓的 这个地区性的盟友 来提供 同时还体现了 美国对于盟友的承诺 我觉得这里面 就反映出当下 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 就是美国给台军的 很多装备 很可能是不先进的 而且有的 可能已经过期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下特别是在 拜登任期内 他整个的对台的 整个的武器装备的 军售管道 它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 就是我可以不通过 更繁琐的程序 就可以让台湾地区 拿到和像乌克兰 包括以色列 包括像菲律宾 那么这样一些 盟友同等的地位 可以根据地区性的 这个武装冲突的需要 那么来拿到 它需要的装备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这么大的一个缺口 考虑到 俄欧冲突的管道之下 美国有大量的装备 已经提供给了乌克兰 所以它只能把它的 边缘性的装备 提供给台湾地区 那么第三个变化就是 美国当下 它是在全面地提升 它应对大国竞争 斗区装备的能力 所以它在一些 新型装备方面 可能它的关注度更高 它拿到的款项更多 我认为在整个军售方面 它上市降级的 这个恐怕也是 台军方面的 它不能回避的现实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欧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近日表示 美国将根据需要 调整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有评论称 这再次暗示拜登政府 可能很快会取消 对乌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 我们来看短片 据德新社近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将根据需要调整 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有评论称 这再次暗示拜登政府 可能很快会取消 对乌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 随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 发出了严厉警告 他表示 北约 美国和欧洲国家 直接介入俄乌冲突 将完全改变冲突的本质 这将意味着 他们与俄罗斯开战 俄方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 做出适当决定 路透社称 这是普京迄今就北约 解除乌克兰使用外援 远程武器限制的 最强硬表态 据英国天空电视台报道 在普京发出警告后 英国首相斯塔莫 在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 对记者表示 英国不寻求 与俄罗斯发生任何冲突 此外 法新社13号报道称 罗马尼亚方面 帮助培训的首批 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 已于本周开始接受 F-16战机训练 目前 北约成员国丹麦与荷兰 共同主导一个 11国参与的联盟 为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相关培训 其中包括对飞行员的培训 另据媒体报道 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国务院9月13号 批准向罗马尼亚 出售价值72亿美元的 第五代F-35战斗机 及相关设备 消息指出 罗马尼亚政府 有意购买32架 F-35A闪电2战斗机 及33台发动机 其中包括一台备用发动机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金教律女士 那我们看根据 这个布林肯的最新表态 那么拜登政府 会在什么情况下 来取消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 这样一个限制呢 我想当下应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节点 因为在11号的时候 那么布林肯 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 两个人是直接到了基辅 所以我是觉得 那么美英联手出现 尤其是两国的外长 那么它当然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信号 13号的时候呢 英国首相呢 他会到访华盛顿 和拜登呢做见面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明确的标志 就是西方国家 当然尤其是 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他们会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这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信号 传递的第一层的含义 那么第二层的含义呢 就是从目前 整个战场推进的方向来看呢 俄罗斯当下已经在11号 无论是他的 阿赫马特的特种部队的司令 还是目前呢 俄罗斯方面 他的一线的指挥官 已经明确地讲 俄罗斯呢 是已经在9月11号 展开了在库尔斯克的 反攻行动的 所以如果说 这个反攻行动继续在进行 按照普京的决心 是准备在10月份 那么最迟是10月底 能够在这个方向 有一个结论 如果这个时间点是明确的 那我觉得当下 可能乌韩 他在整个一线 尤其是库尔斯克方向的 他的作战行动 他受到的压力 会明显地增大 所以在这个方向 随着战事的激烈 我是想 那很可能 比如说 那美国 包括英国 包括更多的西方国家 有没有可能 真的就承诺放开 这个打击力度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性的 而且从目前 美国随着拜登政府呢 他本身 他的任期的这个倒计时嘛 很可能会打开 整个武器装备的 这样一个限制管道 我觉得这从大的趋势方面 概率性也是比较大的 那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说 乌军从这个 布良斯克边境线附近 来发射这个 风暴阵巡航导弹的话 他能够威胁到 莫斯科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俄罗斯会如何 应对这种潜在的新威胁呢 原因是在于呢 如果说呢 当下 乌军获取了西方的授权 那么很可能 它会形成一个 井喷式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有没有可能呢 西方国家呢 真正在 其他这个承诺方面呢 打开这个进攻管道之门 这是首先我们应该关注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 就风暴之影 它的使用的方向来看呢 它肯定还是 越靠近目前的俄乌边境 那么越靠近对方的 冲突的一些纵深的 一些要害目标 那么打击率度会更大 尤其是就 布良斯克方向 我们知道这个方向呢 它上 再往里 它是图卡 那么再往里 上就是莫斯科了 所以俄罗斯当下 我是觉得 它首选的目标呢 就应该是 首先靠精密的 这个情报侦察 及时地获取呢 对方的战斗机的 起降的信息 甚至包括呢 打掉它离 俄罗斯比较近的一些机场 比如说 让利沃夫这个方向 很多机场 也无法起飞的话 那么它就相当于 限制了它对于 俄罗斯境内的 打击力度 那么其次呢 就是如果一旦 有战机起飞 它需要靠它的 强大的这个预警能力 因为国土预警 它是很重要的 对于来性目标 防范的手段 就发挥它的国土预警 以及呢 进攻性的 武器装备的打击又是 那么也包括 空中的截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都可以相对吧 在一定区域内可以防范 但是要想百分之百的防范 我觉得从军事上 是很难的 杜先生 那您说 如果说西方 默许乌克兰 使用远程武器 来打击俄罗斯本土 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后果 是否会招致俄方 更猛烈的反制呢 如果真的批准了 像陆军战术导弹 AGM-8 风暴阴影斯卡普 以及联合直击 攻击弹量的增程版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 很有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是升级 如果双方按照打本土 核心目标 战略目标 这个角度 去提高自己的打击能力 确定打击方案 这样双方的缠斗 有可能上新台阶 第二很想要扩展 按照现在美国提供武器 专门的射程 在打击范围上 像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大桥 包括周边的基地 港口码头 都会成为打击点位 如果按照战机渗透攻击 不排除 莫斯科也在攻击范围之内 所以目前看 如果把现在打击限制 全部解除 对于扩大打击地域 扩大打击目标 甚至是对俄罗斯的军用核设施 发起打击行动 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这样双方的升级 有可能逐渐向核子逼近 对于整个地区安全 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另外会有质变 按照现在俄方高层纷纷声称 如果出现了远程武器装备解禁 就意味着北约下场 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可能会爆发 俄罗斯会不惜一切手段 通过核学说的调整 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你最近俄罗斯对于核子 又有了新的说法 之前普京签的这个核条约 有可能还会向前迈出一步 主动对于不利方向 使用战术核弹 有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军史学说的一个重点 这样对于触发核战争 触发核风云会起到严重影响 另外我们也看到 罗马尼亚已经开始 帮助乌克兰培训飞行员 来驾驶F16战机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 乌克兰手头上的F16战机很有限 那美西方是否会继续加大队伍援助F16战机的这样一种可能 是的 原因是在于 罗马尼亚本身 他在整个提供F16的培训的场地 以及训练中心方面 他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罗马尼亚因为他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表现 我们知道北约对他框架下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美国 所以在9月13号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一次性的出售给罗马尼亚 32架F35 这可是目前适量最先进的战斗机 而且还有一揽子的33台发动机的提供 其中有一台是备份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 他对于罗马尼亚当下的策略就是说 因为你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北约对他就会给你相对的正面的反馈和进步的鼓励 那么鼓励更多的国家加入到目前的阵营当中 那么其次从罗马尼亚本身来看 他在当下的俄欧冲突方面 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罗马尼亚他是黑海的沿岸国 同时他又是和乌韩直接接壤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比如说未来一旦战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 从他这个地方直接提供援助 是非常便利的 他主要是地理的一个便利 那么他就会使得包括西方国家的飞行员 如果说他以这个雇佣军的身份 进入到乌韩作战 他也可以就近在这地方培训 然后他也可以秘密地进入到乌韩的境内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利用这两个东线的 最重要的支点国家 美国还是在打造 包括联合更多的别的国家 让这个战争一定要打下去 按照美国西方的这样一个管道来结束 我觉得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杜先生那我们注意到呢 一方面罗马尼亚提供场地 培训乌克兰的飞行员 与此同时美国批准了向罗马尼亚 出售价值72亿美元的 F35战机及相关设备 那美国是否在做着 北约与俄罗斯开战的这样一个准备呢 现在看呢 美国这个准备早就开始了 俄冲突爆发之前 爆发之后都在做 只不过爆发之后 正在利用俄冲突万亿 在一二线国家强化各种军事武装 随时俄罗斯进行各种不同规模的作战行动 综合架F35战斗机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前进部署来看呢 很明确 首先是在俄罗斯周边 要形成F35链条 如果美国出售F35 从点位上看 北边芬兰有 然后这边波兰有 再加上罗马尼亚 如果在俄罗斯接壤的前线国家 都大量有性能先进的隐身战机 这样可以通过作战半径的连接 形成北约式的全覆盖 这种连续的 多国联合的空中隐身打击能力 俄罗斯从冷战到现在 从来没有过威胁巨大 第二呢 要构筑连续的核盾牌 按照F35A 已经获得B61-12核弹的认证 和投掷的各种能力 那么这个B61-12 随时可以向其他国家 进行核分享 如果下一步围绕着F35在哪 B61-12核弹就在哪 那等于俄罗斯所面对的 首先是强大的空中隐身能力 其次是这种隐身能力 与核能力的组合 所以这种核威胁 与俄罗斯目前在西部边界的 防御能力形成了强烈反差 如果有强大的优势 在周边部署 北约随时可以用核能力 包括常规能力 对俄罗斯发起多个点位的 库尔斯克式的打击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 俄军已经开始在 俄库尔斯克州发起反攻 我们来看短片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 9月12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天在与来访的 立陶宛总统会谈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经在 俄库尔斯克州发起反攻 目的是夺回上个月 被乌克兰军队控制的部分俄领土 他还称俄军发起反攻 在乌克兰的预料之内 华盛顿邮报称 在库尔斯克一名呼号为全首的 乌军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说 局势很严峻 所有单位都在遭到炮击 运送物资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 据俄新社报道 俄国防部12号通报称 俄军阻止了被包围在库尔斯克 一支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 11号发布报告称 俄罗斯军队这次反攻的规模范围和结果 尚不清楚 局势仍不稳定 此前据德国慕尼黑信使报网站报道 乌克兰前线情报洞察组织称 乌军派出了一支预备部队增援波克罗夫斯克 俄称 该地前线延缓了俄军推进速度 报道称 这支部队是一支准军事化的警察部队 但战况迫使其像陆军旅一样战斗 据称 派去增援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的预备队还装备了特六四坦克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那从刚才组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呢 俄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州发起了反攻 那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此次反攻就是俄军准备已久的大反攻 那另外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 我想当下呢 俄方是需要对于库尔斯克方面的这个推进啊 有所应对的 原因是在于呢 就是这个方向呢 如果说他滞留的时间越长 那么这个呢 本质上他会成为泽连斯基向西方要更多军援 而且呼吁更多的国家呢 打开这个武器装备整个进攻性的限制的一个招牌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俄方呢 能够在这个方向有所推进的话 使得目前呢 乌克兰在一线的行动有所组织 那么这个呢 本质上我觉得对于西方国家下部 他可能的打开的决心 他会有所忌惮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是觉得 他当下在库尔斯克方面的反攻呢 更多的还是要依托更多的情报 那么依托呢 一些特种作战的形式 争取在他可能的一些集结地 和目前呢 已经有了驻波的这样一个区域 形成比较大的欺扰 同时呢 形成精确的打击 就不至于消耗更多的兵力和弹药 我觉得这个形式 首先是俄方所需要的 那么同时呢 他可以做的 还可以切断 就是乌克兰方向 向目前库尔斯克方向的 后勤补给的这个沿线 我觉得这个呢 都是目前俄罗斯可以采取的方式 那另外我们看到 根据美国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 俄军的这次反攻呢 无论是从范围规模 包括还有结果尚不清楚 而且战局仍不稳定 杜先生您分析 俄军的这次反攻 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短时间内能达成吗 这样做呢 大概有几个考虑 首先是兵力不足 现在乌东地区作战 正在向前快速推进 不可能从乌东战场 出掉主力部队 向库尔斯克方向 参加反击行动 如果从纵身调集兵力 要么训练不足 要么装备不足 这个状态下只能缓慢推进 另外他也得观察 如果这些乌军有被歼灭的危险 他会不会回防 如果库尔斯克包括其他点位 乌军出现了严重崩溃 他会向哪个方向转进 现在乌东方向 俄军有了一定的进展 在很多点位 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像湖军村方向 正在形成包围 像这个库拉霍卧方向 也在进行攻击行动 如果正面能够打疼 会不会出现 这个俄版的违约九招 所以在库尔斯克方向的 行动不确定 反击规模不确定 大概有多重考虑 那说到乌东地区方向 外媒报道称 乌军的一支预备部队 增派到了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那俄方称 该地前线 延缓了俄军的推进速度 那您如何看待 当前在乌东地区 战事的一个相关情况 我想波克罗夫斯克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略枢纽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 乌军他需要调一支 非常重要的部队 要往这个方向增援 是因为按照一线 有些 特别是乌军一线 作战部队的反馈 在这个方向 乌军正在进行部分的撤离 因为从俄军当下 进攻的攻势来看 在这个方向 很可能会取得重大突破 所以这个对于乌军来讲 它认为是一个 重大的军事灾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知道 那整个可能会对 一线的乌军的 很多的官兵 他的心里的这样一个 非常大的扰动就会出现 而且其他方向的巨手 还会不会形成一个 坚固的巨手 可能都会有一个 崩塌式的效应 所以现在它是需要 有相关的调动 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定的巨手的 因此我们会发现 双方这个拉扯 它上对于任何方向 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你看美国 英国 为什么这次 在双方外长到了基辅以后 那么会给他提供 一个是5亿 一个是6亿的 这样一个援助 是因为各方都看到了当下 战场一线 一方面出现了 泽连斯基他所需要的 就是和俄罗斯形成 一定的对抗的条件 在库尔斯克方向 但同时乌冬战场 也出现了极大的隐患 就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随着 波克罗夫斯克这个方向 它的新的推进 那么形成了 其他相关区域的 一个比较大的推进 对于俄方有利的推进 这些上都是当下一线 出现的很多的不确定 乌克兰在美国 和其他北约国家的支持下 正在讨论对俄罗斯 实施远程打击 那么俄乌冲突 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再一次感谢 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